郭家麒議員 亦都覺得你是做得對 起碼第一步你肯走出去 是代表我們 是跟一些局長去講 是要見村民 正正是這樣 其實不是在這個時候應該是去決定 村民基本上是沒有這樣的機會 是跟政府真的面對面去談 政府一直都是說 沒有得談 是沒有得跟他們坐下來去談 只是說硬要來 差不多推土機都是等著要來 所以今天 不是一個適當的時候去談 我們聽到是怎樣呢 很多的村民 在這麼辛苦的情況之下 都仍然是堅持 在這麼辛苦的情況之下 他們都仍然堅持是非暴力去做 但是我們 在這裡見到議會的暴力 主席 你見得到的了 基本上是走過來的 不是去講道理的 我不明白為什麼主席可以這樣硬來 剛才我們的投票已經是一個很離譜的示範 你明明說一分鐘 可以等等等等等等 希望等夠人你才去做 怎麼可以是這樣的 現在我們維持的是議會的功能 是監督政府 你都同意政府的事情做得離譜 如果不是你都不會走出來 叫陳茂波去見村民 你都覺得是重要 你都要叫政府去看一些草根和基層 現在這個東北發展是怎樣呢 幾大財權 包括我們採到很多議員 是一些控股 葉國謙就是這個 迎送控股的非執董 劉皇發先生他自己的家族有四萬尺地 還有很多包括石禮謙的新世界發展的非執董 林健鋒就是新世界發展關聯公司周大福的非執董 我們公眾看起來就是什麼呢 就是維護一些地產和大財權的利益 而不是去理真正的需要 我們怎麼可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是強行來去投票呢 說要為香港人製造一些房屋 我們有數以萬計的土地 立了在這裏空的 是沒有去做 強行要砌東北發展出來 是去做一些土地 香港人是看得清清楚楚 這個不是為他們去做的 所以我們不應該 是